好 好吧 别气了 那什么破学景啊 世纪的幼命 张口闭口的高人一等 早说了不起他 还有那个余主任 怎么可以临时变卦 佑妍 对不起 怎么了 你好不容易 把我想了个这么棒的主意 还帮我翻了一天一夜的资料 好啦 珊珊 这有什么的 大不了咱们先把这个主意 给储存起来 等以后有用的时候再拿出来 我们先把它存在云端 等我们有实力了 再倒下来用 其实啊 说到底 还是咱们缺乏经验 没有得到老师的信任 所以我们才失败了 可那个周学姐 也就比我们早毕业两年啊 我才不信她能比我们 有多少经验呢 其实周学姐说的也有道理 存在即合理嘛 跟她从不同的角度解决问题 对我们来说也是开拓思维啦 佑妍 你这次回来变了好多啊 那是 因为我这次回来 就算铁不一样的人生 天天跟你这么正能量的人在一起 辐射好强啊 你 就不能有点俗气的爱好 我当然有了 你忘了 我要存钱 我要存超多超多的钱 你啊 你啊 不是鸡蛋小公主 就是疯狂小才鸡 好了好了 不接了 不接了 小白 今天有个宣讲会 我准备去看看去 有兴趣吧 一会儿去呗 不去 我就羡慕你这种扫地松 一点儿不为自己的前途所担忧 真好 瞎说什么呢 就是那种隐藏实力的大神 天天就是扫地 扫地 扫地 突然间 一出手 一出手 就干掉了武林两大绝顶高手 像你这种到处凑热闹还瞎说的 一般合不过三级 太过分了 你啊 继续修炼 小子 这就滚 我拿 前途 来 珊珊 人都做完了 哦 哎呀 这可是你策划的 多有成就感 我策划的 我的方案被改得我亲妈都不认得了 才不是我策划的 好啦 你这么想 周学姐呢 替你把人请了 试做了 你捞个轻松 还不好吗 也是啊 来 让她忙去 珊珊姐 你来看看这个PPT 这里是不是要改一下 哦 好 行 顾爷 我邀请学长看的简历 放在桌上 能帮我送来不 我不在会场 就在后台 你上次考得怎么样 哎 我觉得好多我都不会啊 好帅啊 你是现在帅哥 魏学长吗 他这是要去给谁献花啊 啊 周学姐 衣服在这儿 但是 怎么了 被弄脏了这里 这礼服谁准备的 礼服一直是苏珊姐和又妍姐负责的 你帮我叫她们进来好吗 好 小白怎么这么慢啊 算了 先去找学长吧 又妍姐 周学姐让你过去一下 她好像发脾气了 走 学姐 你找我 这是怎么回事 请给我解释一下 不好意思啊 学姐 我马上去处理 这件礼服 是你和苏珊准备的 进出服装间的人就这么多 你告诉我 你觉得这件事 是谁干的 学姐 我真的不知道 是因为我改了你们的方案 所以你们想借机报复我 周学姐 这虽然是我们工作上的失误 但是我不为我没有做过的事情解释 怎么了优言 说吧 这是你们俩谁干的 什么谁干的 一码归一码 我们是对你的改动不服气 但我们绝对不会为了报复你做这种事情 看 果然被我说中了吧 就是为了报复我是吧 你 这件事 你 这件事 这件事 有什么证据说这是我们弄的 服装是你们准备的 化妆间的服装这么多 为什么就偏偏我的礼服被弄脏了 你刚不是说了吗 报复 你不想道理 你站住 学姐 学姐 黄恩师姐 没事吧 没事 记起来 怎么躲起来了 好像是那个女人先动手的 我没有推她 这不是苏珊吧 怎么着了 我不要紧 放心吧 又惹祸了 关你什么事 惹祸精 到哪个打仗了呀 好了 别闹了 两位同学 我刚才听了一下情况 华恩师姐也是出于好心才帮你们修改方案 你们再怎么不开心 也不应该用这样的方法吧 这位同学 这些真的不是我们做的 上次跟我吵架还泡了一点水呢 我再说一遍 衣服不是我弄脏的 我也没有推她 那可不一定 你看她胸子呀 小白 来了 打起来了 我也有什么搞的 那可不可以厉害了 这里我们再听一遍 还有我 借了 是一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